开悟的像是什么呢 这个一沉浸大沉浸 一结束就通达就明亮 那是开悟 我们今天不悟 为什么不悟呢 有障碍 什么是障碍呢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世尊在华言经上说的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像 如来的智慧甚深薄弱 一切众生都有 得像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我们本来都是这样的 不是像现在长得臭乖乖的 我们像到多好啊 都有像佛的抱身 身有无量像 相有无量好啊 我们的好像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智慧跑到哪里去了 佛说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佛是一日到后啊 我们就被妄想执着害了 现前的身 现前的像 怎么来的呢 妄想执着变现出来的 那哪里会有好像 佛菩萨的像 为什么那么圆满呢 他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他是自信的 本来现出来的像 本来的像好啊 本来的像圆满啊 所以佛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讲真话 一定要立妄想执着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做 也许有人愿问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要立了名字像 立了严说像 那就不说话了 那不变成哑巴 立了名字像 人家问我 这个叫什么 不晓得 就是没有名字了 这还行吗 那这个学 这样学佛 给读说 不开智慧 这叫呆了 变成佛呆子 念书就变成书呆子 学佛就变成佛呆子了 你把精干净的意思 完全错毁了 佛叫我们离 心里面离 心里头不要执着 说话没有关系 名字也说 我们要用它 要用不能执着 要知道 假名假象 他不应该死 不应该死的是执着 佛教给我们 立一切相 那学过为实的人 我讲就比较方便 学过为实的人 懂得 我们现前 在外面境界下 是阿赖也实的 本质下 这个不能理 佛不是叫我们理这个 佛教我们理什么呢 理莫那 一时 前五时 心心所地 相分 这个东西要不得 这个东西 决定是害人的 就是说 你心里面执着的这个相分 要理这个相 阿赖也是本质相分 说哪个话 那不相干的 就怕你 这个是 心心所地相分 这个东西很讨厌 我们再说得明白一点 外面这个境界下 我们真的能看到吗 真的接触到了吗 没有啊 永远接触不到 我们手拿到这个 这是不是真拿到了 你要认为真拿到的时候 你迷了 我们这个身体 是一个机器 我在里面操纵这个机器 我们抓这个 就像我们家的那个怪手一样 在外面抓泥巴一样 一 一 这个 一 一本机一本机地拿出来 是不是他自己手拿着 不是的 他利用机械的手臂去拿着 我们这个身体是机械 我绝对不能够直接接触到外面 我们眼睛看了这个花 是不是你睁开了 不是 是这个花 这是本质像 我们这个眼镜像个照相机 严根里面的时候 把这个景象印到里面 里面那个像的时候 跟这个外面像一样 就像照相的底片一样 我们一时圆 见是见那个底片的像 没有圆到外面的像 佛家的为师修 是非常有味道的心理修 告诉你 我们的的确确没有接触到外面的境界 什么人可以真正接触外面境界 就是说 从你这个机器 从这个车上出来了 接触外面境界呢 拔地菩萨 拔地菩萨才有能力 真正离开了 我们平常就像驾车一样 在车里头没出来啊 看到外面的境界 搁了个玻璃看的 不是直接的 拿外面东西用机器 用手臂去拿 不是自己啊 这是跟你讲真相 这个不能再多讲 越讲越迷糊了 非常有味道 你要懂得佛法 真有味道 所以确确实实 你自己以为接触到外面境界 那是误会 那是叫美国颠导 所以道佛爹话去做 没错啊 这是真正给你看智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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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